可以把毕业的对不对 说出来就是说不出来就说是打内毕业的好吧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讲一个问题了就是 Sava Sava Sava调用存储过程 如何来调用 Sava调用存储过程怎么样来调用呢 然后怎么样来调用啊 那实际上就是GDPT的过程 GDPT GDPT的开发步骤还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第一步 啊导入驱动包 第二步注册驱动 第三步 获取连接 第四步 获取执行Circle的 执行Circle的 Circle的 的 Statement 第五步 如果这个Circle有参数 干嘛 封装参数啊 第六步 干嘛 执行Circle吧 只要咋就到关闭来了呢 至于这个第七步 至于完之后的话肯定有结果 是不是要去获取结果啊 啊 获取结果 结果获取完了之后这些操作你都做完了 最后一部分干嘛 释放资源吧 啊这个太简单了吧 对吧 你会准备了8步 啊这个不是8步吗 你知道吗 啊 啊 这个 GDP的步骤 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啊 那我们下面就是要来 呃 要来开发了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是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内容呢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第六天的这个资料里面 啊 一些 资料 有没有相关的驱动包呢 有 叫做OGDPD14.JU 这个就是驱动包 那连接的OAGO数据库 连接的伺服级呢 也给大家自己准好了 那直接一个CNZ 一个CNZ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去做一下了 唯一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这个 U2R是不是不太好写吧 啊 这个是正备的 我们去把这个步骤呢 就带大家一步一步去做了 首先呢 我在这里面去逆入一个 这个 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啊 这个好久没有写加法代码了 那是不是 写了 学了三天这个东西就差不多忘了 加法代码怎么写的吧 Orago Orago GDPC吧 我去新建一个工程 比方说我去选一个GDK 选一个第一件码 1.7 然后直接下一步 然后 Finish 啊 感觉 我太习惯这个 不太习惯这个页面的内容了 我直接来又一个是吧 又一个bolo 直接回到这个解放前了 接触办案内容吧 Libs 创建一个Libs 然后 刚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架包的 OgDPC 时事就拖过来 OK 拖过来之后呢 不要学了解析加法1 就忘记这里面要去把它变成这个小奶瓶吧 爱的Build Pass吧 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我去新建一个Club 写一个包名 COM 点上一个IG 天网 点上一个TESTER 然后呢 写一个Libs 不要说写一个TESTER PressDue PressDue 然后它之后呢 直接分析 分析完了 好 这个类就有了 有之后呢 把刚才我们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的步骤 就拖过来了 好 直接把刚才步骤 拖过来 是不是这几关 好 这个步骤有了 要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直接来写一个测试方法了 Public void TESTER 不要说TESTER 下了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上一个数捷吧 TESTER 这个应该还有影响吧 有影响吧 然后下面就是按照步骤来做了 那要去注册驱动呢 我们 要注册驱动 啥注册驱动 Class 第一步写好这个步骤吧 注册驱动 Class Class 点上一个for for name 传入一个驱动名称 这个驱动名称呢 如果你不想去那边考的话 就可以扣来 在这里面去找一找了 Oracle GDPC Driver 有这个 Driver 包括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没有一个叫做 嗯 这个 叫做 Oracle Driver 找一下 在好像是叫OracleDriver 对吧 就是这个 一个Toby 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呢 去掉这个Class就可以了吧 好 这个是注册完这个驱动 那它有一些异常就直接抛出去了 异常我就做处理了 下面一步呢 是 干嘛 下面一步 这个是第二步 就是获取连接 获取连接 还记得这里面怎么去获取吧 啊 抓一个 manager 抓一个manager 解决一个get connection get connection 第一个单数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单数是一个寸准 U2L吧 啊 这个怎么写的 JDB JDB 然后冒号Oracle 然后再次 然后再次 at 服务器的IP地址 这个完了 我服务器地址 忘了 好像是80.100 cmd i 这个好像 cmd错了 是在这个框里面cmd ip config 对吧 80.100吧 没错吧 大家 要去把这个IP地址找出来 192.168.80.100 冒号 标卡号是多少 三三点点吗 要我啊要吧 连接哪个数据库 O2C要吧 好 这个支付出来就写好了 然后再加一个就比较快了 实际 呃 U2L等于 打卡 实际 他说的 是我刚才 刚才写的这个用的这个优惑 我用的是哪个 打卡吧 密码打卡 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就是传入这个UIL 然后再传入 User name 再传入这个password 对吧 有没有问题啊 或许 或许连接已经有了吧 或许连接还没接收什么的 Ctrl I有 DON 呃 完了下一步是干嘛呢 下一步是 获取执行社会的statement 那这个时候啊 哎 我们要去获取执行社会的statement 那咋去获取呢 获取执行社会的statement Ctrl I有点上一个 Propel 是吧 好 Propel statement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叫存储过程 就不是啊 Propel statement了 在这里边 我们就需要去叫这个Propel call 好 这个Propel call 为什么是叫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Propel call 它本来就是一个叫做 Colable statement 的吧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去 带大家去打开这个 应该查哪个文档啊 啊 GDPD里面有没有啊 啊 叫GDK里面 Colable Statement 有没有啊 Colable statement 大家可以看啊 它是一个接口吧 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用于执行 sircle存储过程的接口 GDPD API提供了一个 存储过程的 sircle的转移语法 该语法允许所有 RDBMS 什么是RDBMS Relations Relations Data Database Managing System 使用标准方式 调用存储过程 我们得需要用这个 加法里面的这个接口吧 那此 预法呢 包含一个什么结果参数形式 和一个不包含结果参数形式 如果使用结果参数的 则必须 将其注册为 Auto参数 其他参数可用于输入啊输出啊 或者什么 参数是根据 编号 按照讯序引用 第一个参数 编号是1 有没有1加了 跟我们这个Propel Statement 是不是相关的一个设计方式啊 大家看一下 Coinable Statement 是 它的一个付类接口是Propel Statement 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本是不是可以写这种问号啊 能不能理解这个过程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啊 这个N 代表是听懂了 对不对 那我可以看啊 这个 印参数值 印参数 就是印这种参数类型的 它使用是继承式Propel Statement的 4样的方法设置的 对不对 那我们再除了输入参数 还有一个是Auto类型的输出参数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执行设计过程之前呢 必须注册所有Auto参数类型 它们的执行 执行后呢 可以通过GET的方法去获取 是不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存储过程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 在我们刚才给它封桌的这个存储过程呢 是不是有一个输入类型呢 还有一个输出类型 它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输出类型呢 必须先注册 然后呢注册完 执行完之后 你可以通过GET的方式去获取 能不能理解 感觉说了这么多 还不如直接翻干另来也之下 对不对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给它直接来引证一下 我们这里面呢 回到刚才的这个加号代码这里 把它通过来 加号代码这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Propel call 它传认的是还是要有一条收口一句 只据收口 这个收口该怎样来写呢 这个收口该怎样来写呢 好这个是 还记不记得我前面给它讲的方式一样 是直接扣吗 大家可以看 在这里面呢 它这个支付川的 纯粹过程的这个支付川的就必须是这样子写了 我们把它给拷贝过来 它是不是有几个参数啊 两个参数 一个是输出类型 一个是输出类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 要来写下了 这个存储过程 pressure的名字 我们要写一下 Propel call oc get a total sell 直接拷贝 替换一下它 然后后面的充货号是代表是可选参数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干掉 干掉完了之后呢 这里要去写相关内容了 底个这里面有几个参数啊 两个吧 那有两个但是写几个问号 两个问号吧 第一个第二个 好这个支付川呢 我们就写好了 我们就写好了 少了一个分号吧 好写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sircle的就传入地区了 传入地区 它呃 传入地区之后呢 它有个返回 返回什么 Forever statement 我们就是stid statement 好写好它之后呢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输入类型 刚才说输入类型怎么去设置 大家看看在文章里面 因输入类型这种参数 使用继承至Prepare statement set 方法设置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个设置一下 原子 tnd 点上一个set吧 set一个什么类型呢 啊 set一个什么类型啊 我们直接设置一个 啊 印度就可以了吧 第一个参数是 这个问号的所以嘛 所以是从几开始的 所以怎么从0开始了 刚才不是大家看过吗 第一个参数的变号是1吧 好 那这里面就写一个1 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们要传入的值 我们去查询哪个员工的 也现在我们还是去查七七八八吧 可以吧 这个设置好了 那第二个参数呢 大家可以看 它是一个out类型的参数 out类型的参数 在我们这个API里面 他也说了 必须注册 注册所有out的参数类型 好 那怎么样去注册呢 我们就是来发现这个API里面 有没有提供相关的一个方法 这里面的全都是get get 是不是都是get get我们就不会看了吧 对吧 好 都是get 然后呢 继续往下走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register register 第一个参数是parameterindex register 参数的所以吧 然后这是一个suker的一个参数类型 然后这是register相关的一个API 然后下面呢 还有相关的一个set 这个set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看了吧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不管它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要来 调这个spad 点上一个 register 第一个参数呢 写个几啊 所以吧 第二个参数写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参数的类型 参数的类型呢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写一个了 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oracle type 是点上一个我们是什么类型啊 number的类型吧 oracle type 是找到有没有一个number的类型呢 能有没有一个number的类型啊 好 number的类型 他把他把果业之一实际上这个internet没举行吧 好 这个写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注释也给大家写下 注册输出参数 上面这个是 设置 输入参数吧 这个过程能理解吧 好 下一步是干嘛的 参数都放弄好了 下一步是不是就直接实行了 实行实行 实行 实行这个statement sdat 那我们就是拿到sdat 点在一个executor 实行 好这个实行完了 完了下面在干嘛呢 获取实行结果吧 实行结果 好 直接sda sda 可以解释一个get get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它是一个 internet类型吧 然后呢 它是一个数字类型 所以在我们加入里面 我们可以get internet去获取 然后我们这里面去 给它传入一个 get internet 它是 上面我们这里设置的字极 我们就是获取极吧 能不能理解这里啊 我们这里面就是注册了一个 参数 它的数字是2 那我们这里获取的时候 我也去给它写一个2 能不能理解这个获取啊 可以吧 t2l 然后呢 就是 total cell 好 这个写完了之后呢 好 这下面呢 我们就是直接 直接来一个输出了 输出结果 syso 呃这个是先写好这个一个注册 然后呢 再工资 然后再是帽号 再是双数线 拼上我们这个total代碗 啊 加货吧 对吧 不要写习惯了就忘记了 啊 没习惯 就是这里不会告诉我 昨天都没写过吧 啊 这个开上镜了 释放资源 时间是 先释放哪一个啊 然后到底释放 close 然后再次 con 点上一个close 啊 可以吧 好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仔细一下 基因率 好 一次进入过 39 39720 对不对啊 这个过程听懂了没有 cdpc的这个过程听懂了没有 实际上跟我们在 基础讲的说 cdpc的交用过程是不是一样的 只是这一块有一些机会的差别吗 能不能理解